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半导体厂商德州仪器公布了2022年第四季度财报与2022年年度财报,其中四季度营收46.7亿美元,环比下降达11%,结束了连续九个季度增长的佳季。 据悉,德州仪器目前主要的营收项目来自汽车和工业,这两项业务占据公司56%的业绩。 作为全球知名的传统半导体厂商,在离开行动装置领域之后,德州仪器一直在感测器与控制、数位光源处理等领域中保持领先地位。 自新能源汽车流行以来,德州仪器凭借微电子市场的优异表现,获得了大批车企的青睐,实现了连续九个季度盈利,但智慧电车市场增速逐渐放缓。 从其公开的财报来看,或许新能源汽车的红利期已经过去了。 德州仪器指出,模拟和逻辑半导体市场将放缓,这部分的收益将逐渐放缓,但汽车市场依然有发展空间。 不过,德州仪器没有像大多数行业巨头一样,通过全球性的裁员来减少支出,而是寄希望于汽车市场的上升空间,这一点还是能让不少打工人赞赏有加的。 当然,消费电子产品市场的寒潮还未结束,客户们在2022年年中确认来年目标时,都主动选择了以清理库存为主的销售策略,这导致大部分半导体厂商在2023年一季度的盈利状况都比较堪忧。 而德州仪器是首位主动公开盈利难题的全球性半导体厂商。 另一方面,通讯领域的订单减少,对德州仪器的盈利项目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据悉,通讯设备和企业系统业务预计下降20%,早些时候,路透社对2023年消费市场的前景做出预测,手机和个人计算机等产品可能会最先受到市场需求调整的冲击。 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速度也在逐步放缓,半导体行业将迎来一个艰难的时期。 事实上,辉达、AMD等厂商除了在布局智慧电车领域之外,恰好撞上了人工智慧运算的新风口, 只可能德州仪器的核心业务范围并不在此,这阵风,德州仪器未必能成得上。 受到人工智慧产品CheckGPT影响,头部显卡制造商辉达创下了近期股价新高, 其执行长黄仁勋也因此身家大涨,个人资产净增33%,合计增加46亿美元。 不得不说,半导体行业随市场需求变化的产生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 德州仪器能在前9个季度中实现连续盈利,多亏了智慧电车市场的快速发展。 而这项业务需求不如预期,自然会逐渐放缓。 而半导体行业也能反映市场的需求的变化。 从各家企业的财报预测来看,消费电子产品市场的寒潮或许还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有媒体报道称,德州仪器去年就已全面下调了中国市场的晶片价格, 试图在行业复苏前的至暗时刻,抢占更多市场份额。 作为全球模拟晶片巨头,德州仪器开启价格战的举动, 对中国模拟晶片设计厂商有何冲击,受到市场高度关注。 据悉,德州仪器本资计划降低的是电源管理和续号链通用类模拟晶片的价格。 由于中国模拟IC企业主要是在这两大产品市场竞争, 业内分析认为,德州仪器此次降价是针对国产厂商进行了精准打击。 有中国公司称,目前主营产品实际是德州仪器已经退出的市场, 产品降价对其没有影响。 过去依赖低价优势生存的模拟晶片厂商会受到德州仪器降价的影响, 具体要看降价产品与公司自身主营产品是不是同一种类。 另外,据业内爆料称,模拟晶片大厂德州仪器近期裁撤了其位于中国北京的一个晶片设计团队。 据了解,该团队主要负责较为低阶的电源管理晶片的研发,团队人数约为50人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22年5月,德州仪器就曾被曝裁撤了位于中国上海研发中心的MCU研发团队, 并把原MCU研发线迁往印度。 随后,德州仪器官方发布声明回应称, 德州仪器中国没有裁撤任何员工,将持续投资中国市场。 但是,根据随后的信息显示,德州仪器确实已经裁撤中国区MCU研发团队, 仅保留了市场和应用,并把原MCU产品线全部迁往印度。 团队所有成员均被分散安排到了其他产品线, 名义上岗位与薪资待遇都保持不变。 德州仪器仅给员工两个选择,要么接受安排去其他产品线工作, 要么自己主动提离职。 德州仪器此番传出,裁撤北京电源管理晶片设计团队的消息, 可能与德州仪器业绩下滑, 以及中国电源管理晶片市场的激烈竞争有关。 当然,美中之间贸易关系紧张,可能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鉴于德州仪器公司公布的去年第四财季财报, 远低于分析师普遍预期。 同时,德州仪器的今年一季度业绩指引也大幅低于市场的预期。 这也反映了,模拟晶片业在半导体下行周期当中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即便德州仪器是模拟晶片业的龙头也难以独善其身, 并且模拟晶片目前仍未回暖。 另外,由于德州仪器去年在中国市场的发起的模拟晶片价格战, 也对于德州仪器业绩来了负敏影响。 2023年5月底,业内就传出消息称, 美国模拟晶片大厂德州仪器全面下调了面向中国市场的通用模拟晶片价格。 在市场需求下滑的背景之下, 德州仪器试图通过价格战来刺激需求, 并借此夺回此前在晶片大缺货期间被国产晶片厂商抢下的市场份额。 当时,中国某模拟晶片厂高管就透露, 德州仪器这次降价,没有固定幅度和底线。 显然,德州仪器发动的模拟晶片价格战, 似乎并未对于公司的业绩带来正面的影响。 因为从各业务部门的营收来看, 2023财年第四季度, 德州仪器模拟晶片业务收入为31.2亿美元, 同比下降12%。 高于德州仪器整体营收的下滑幅度。 德州仪器总裁兼执行长Howville Elon表示, 2023年四季度, 他们经历了工业领域的日益疲软, 以及汽车领域的环比下滑。 德州仪器财务长Raphael Arlissardi在接受采访时更是指出, 最近的经济低迷与过去不同。 他说,各个行业在不同的时间段内都出现了下滑。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